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盘的时候 所以各位你看 方向一错就回不去 对啊 我就讲 我说我天天讲 我说各位 如果啊 你到今天 你做起伙或是你做股票 还是跟着国际股市起伍的话 你就是每天被扒翻天 对不对 对啊 不要说过去几乎每一天 就算在昨天节目上 我还在提醒你 我说各位 前天晚上不是美股 不是大涨 对不对 昨天开过 砰 给你杀这么深 对 我昨天跟你讲 我说各位啊 你如果说你看美股的涨跌 你就拿来当成 你今天操作多空的参考的话 我就一直问你一句话 我说各位 你看到你知道 国际股市的涨与跌 人家做什么主力知不知道 都知道对不对 那我就一讲说那好了 那如果说今天 这些控盘者 如果他们控盘的方式 就是随着国际股市 或是随着一般投资人的 这种心态去起伍的话 那我说那全球没有股市 不是吗 那今天又来了 对不对 前天美股大涨 昨天开个高 给你杀了 杀了快一百点 到昨天回来美股大跌了 还要今天给你开个 开个低盘给你往上拉 对啊各位啊 这就是韦国庆 我一再提醒你的 不要跟着国际股市起舞 不要每天在那边追消息 我跟各位讲 各位说真的啦 我讲这种话 很多人可能一开始觉得 听得很不习惯 老师请问一下 要做股票做期货 不参考国际股市 不然要参考什么 对不对 然后我跟你讲说 你不要去追消息面 不追消息面 那我要追什么 对不对 是啊各位 我讲这些话 可能很容易听 觉得很奇怪 所以各位老师 别人都在讲这些东西 你认为东西不重要吗 我跟各位讲 我不是说不重要 而是重点是说 我在讲的是各位 凡是你看得到的东西 人家控盘手都看得到 但是反过来讲 人家控盘手今天 要往上做往下做 你就是不知道 对不对 很现实的东西 好啦 那你说那这样子的话 各位 这就是为什么 在股市面对不对 很多的散户投资人 你就是一赔再赔 一赔再赔 永远赔不完 甚至很多的盘是对不对 你左思右想 你想来想去 这个盘就 再怎么想 它都应该涨 再怎么想 它都应该跌 可是实际上 到时候真正 对不对 情况却每次跟你所想的 又是不一样 我跟各位讲 我说真的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投资 对不对 你不敢操作 你宁可观望 原因很简单 因为 因为盘是 越来越跟你的想法 是脱离的 明明这个盘 你认为该涨 它就跌给你看 你认为明明它该跌 它就涨给你看 所以各位 这就是为什么 你会赔钱 为什么你做不好 甚至到现在 你不敢操作的原因 那问题是 问题是 在大神经济节目上 维国庆 我说一再告诉你 我说各位 维国庆 对不对 有一样东西 各位 可以让你看得懂 这个盘的 什么东西 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我说各位 每一天与其你自己去想 这个盘要涨要跌 你为什么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透过 维国庆的大户指标 你看一看 人家大户 真的到今天在做哪一边 好了 那为什么昨天晚上 美股大跌以后 为什么今天 对不对 开个平地盘 就跟你往上涨 答案在这里 今天从开盘以后 各位你自己看吧 我说各位 不要我讲 你自己看就好 各位我相信 这个你一定看得懂 到不来放大到这一块 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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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大 各位看懂了吗 为什么今天 开个平地盘以后 直接跟你往上谈 各位因为今天 今天 从开盘开始 我请问你 各位如果说你今天 已经在开微微信 大户多空力道指标的话 今天一开盘你看到什么东西 大户在做多 那我请问你 今天大户在做多 你认为开盘会跌下去吗 就算开个平地盘好了 那后面呢 后面呢 大户在做多 所以会怎样 开地以后对不对 它必然往上谈 对啊各位 我说你不用看 你不用看行情怎么走 你看这个东西就知道 就如同对不对 昨天不是一样吗 前天晚上 到一种大涨200多点 可是昨天开个高盘以后 为什么就好像杀了稀里哗啦 因为昨天从开盘开始啊 所以各位 如果昨天 前天 对 要是你昨天 你看前天晚上美股大涨 你昨天跑去做个多单 哇 结果你做的多 东往下击杀的话 各位看到了 为什么昨天那盘上不去 因为从开盘开始 对不对 大户都会用到指标测出来 你要大户 主力群大户直接做空嘛 所以昨天开个平高盘 跳空往上开以后 会涨还是会跌 哦会跌 为什么 大户在直接做空嘛 哦是啊各位 那如果昨天 跳空往上开会跌的话 是因为大户在做空 那今天呢 你说美股再大跌 对不对 又回着跌200多点 那又怎样 今天跳空往下开之后 会往下杀吗 没有啊 人家大户在直接做多 所以各位看懂了吗 为什么昨天往上美股大敌 今天开低往上拉 为什么前天往上美股大涨 昨天开高往下杀 各位答案通通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看懂了没有 各位啊 这个指标 就是微波性 我把它发展出来 每一天在追踪 到底今天这些控盘手 对这些主力群 他们到底在往哪个方向操作 我说各位 每一天对不对 你盯着这个指标来看 我相信绝对比你自己 去拆药涨要跌 好太多了吧 是啊各位啊 你天天都在看 不是吗 问题是你不要收了盘才 你不要到了下午三点多 才开始看这个指标 那有什么用 重点是各位 每一天从八点四十五分开始 对不对 请你赶快先紧盯着这个指标 到底人家今天大户在做哪一边吗 你起码方向不要搞错好不好 你不要昨天 挑肯往上开 去做多赔一百多点 今天往下开 哇看美股大跌对 你去杀多点 或者去放个空 又被嘎上去 你何必呢 各位 这才是重点 是吧 好了 对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今天 挑肯往下开 你不会往下 稍微往上拉 你今天大户直接直接做多 各位啊 我说各位 这就要做到股票市场 听得懂吗 美股大涨大跌 你知道 人家扣盘手都知道 但是我刚才讲的 我说问题是 人家扣盘手每一天要坐哪一边 要是你不看大户指标的话 你就是不知道 你一旦做反了 就是扒来扒去 对不对 各位 这么重要的指标 请你每一天从8点45分 早上从早上到8点45分 就开始看 不要等到下午三点半 来看这个东西 是没有用的 因为那是盘中 及时在计算 人家主力群 对不对 控盘手在坐哪一边 好了 所以各位 这盘今天不用我解释 为什么很奇怪 这么一股大跌 为什么今天 台股开跌往上拉 各位因为答案 对 不用我讲 你自己眼睛看得到 各位只要你每一天 对不对 你赶快赶快 我说各位 让你到今天为止 你还在看 因为看到昨天没股跌 你今天不敢去做多 或者你去放个空被嘎的话 那我再给你讲 各位 请你从明天开始 未来都长长久久 每一天对不对 从早上8点45分 赶快盯着大货多空力道指标 看一看 各位 那个指标 我相信 对于帮助你看盘 的方向的准确性 绝对被你自己搭太多了 除非你自己看得懂 那各位 那你自己去操作 我就祝福你 如果每天的盘 这个多雨空 你被一些国际股市的涨跌 被消息片搞得 头云脑脏的话 那各位 那我说过了 不要自己去 你不用自己去拆那个盘 你眼睛看这个就知道 对不对 今天大货开盘以后 那就再做多 那你认为盘跌得下去吗 昨天 开盘以后 大货直接做空 你认为涨得上去吗 那不就这样子而已吗 各位 这个逻辑 这么简单一个逻辑 各位啊 问题是你不看 你先自己拆 我说除非 你自己拆盘 你都拆对了 那我就恭喜你 所以各位 不然对不对 请你每天看这个吧 这个对你的帮助 绝对比你今天瞎拆 也好太多了 好 所以今天各位 今天大货是在做多 是在做多 所以盘是往上涨 但是只是说 今天那个做多的力道 对不对 基本上它是个区间力道 所以这个盘 往上谈了以后 那各位你看 为什么叫区间力道 因为今天 虽然说它做多 可是各位没有 基本上那个多的力道 大体上对不对 就是来到白色 这个区间线的上源 也没有一直出去 听得懂吗 对不对 今天一整天的盘 对 其实盘 除了尾盘沙之外 其实盘中 包含盘中那个地震 为什么急沙头都急拉 因为今天大货区 还是在做多 你听得懂吗 所以各位 你不要看盘中 一地震 哇急沙 一跑去后乱沙一通 一沙沙到最低点 又上去了 各位看懂了吗 各位 这么宝贵的指标 要是你不用的话 我说各位 你这是对不起你自己 我告诉你 好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那各位就重点来了 既然这盘 好开低对不对 往上拉 那你问题会拉到哪里去 这才是关键的 对不对 好啦 开盘以后大货在做多 所以会往上弹 但问题是 那弹来弹来弹 会弹到哪里去 第一波一弹 已经弹过平盘了 再往上再拉 那各位如果说真的假如 你真的还算 反应还手脚够快的话 你开盘以后你去做多 你做多也可以 问题是你的多在哪里该跑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盘 往上弹会弹到哪里去 今天最高点多少 8155 各位 8155 来各位我就请问你 那为什么今天这盘 会弹到8155 为什么不是8130 不是8140 为什么会弹到8155去 而且为什么来到815之后 为什么后面不继续上去 为什么就来到8155 成为今天最高点 你能不能告诉我 各位我请问你 为什么今天最高点8155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讲不出来 好来各位 那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一样用眼睛看 用眼睛看就知道 来为什么今天最高点8155 来各位你自己看 因为因为因为 各位你看 今天在开盘的时候 我把它定到今天开盘 来各位请你看 你看到一个什么数字没有 8153 对压力在哪里 8153 8153 所以今天最高点 往上一谈谈到哪里 最高点到了8155 那各位 在8155来之前的时候 各位这边 这个上已经就是815了 来815来之前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如果你今天有在看 已经在看 现在枪式预判跟坡的话 那各位 一看哦 今天高档区在8153 我说我跟你说 什么叫做压力 什么叫压力 压力就是当天那个盘的高档区 你听得懂吗 什么叫高档区 就是啊 你啊 多单该跑的位置 或是该放空的位置 听得懂 今天的高档区在8153 就最后来到8155那个地方 哎呀 所以各位 你说这个很有难做吗 我说真的各位 过去以来对不对 我说真的很多人 都想靠期货赚大钱不是吗 哦 期货对 把期货做得好的话赚大钱 是啊各位 这个道理你懂 但是问题是 那问题是你做期货你赚多少 哦 对不对 那为什么做不好 我说过各位 各位过去以来你期货做不好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说过了 大盘每一天 对不对 高低档区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你没有强势预判的话 你不知道 你就会乱作一通 而且各位不要说期货 股票也是一样 哎 现在很多人也是在股票 做当冲 做短线 对不对 那各位那你说 你做股票的投资人 你是不是一样要知道 每一天大盘的高低点 是吗 那不然你股票你怎么冲我问你 那问你 我请问你 那既然对不对 强势预判已经算出来了 一开办就算出来说 今天的高档区会在8153附近出来的话 那请问 那今天开了以后往上拉 你多到哪里该跑 对啊 我说各位不要说8153了 8150可不可以 8145可不可以 其实都差不多了 是吧 而且最终点8155 哎 我跟各位讲啊 我真的跟你说 我伟贵啊 来 我说伟贵 每天你当中要做得好 两个关键指标 第一个对 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再来 相识预判 今天开办已经知道说 高档区在8153了 各位各位你不要 到了815几 在那边抢多的 还是说 到底你不知道多单该跑哦 好 各位还没完 各位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东西 今天地震不是击杀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 今天地震那个击杀 很多人看到 都吓坏了 哎呀 对不对 以为这个要崩盘 11点多 瞬间击杀那一笔 哇 洞下去了 哇 吓死人了 对不对 各位 你千万不要 盘中 这边一直去抢两抢 抢了很多多单 瞬间一击杀 看不对 赶快把多单 一杀掉 杀到地板上去 今天最低点多少 今天最低点多少 叫做8066 8066 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那为什么今天最低点 叫做8066 为什么今天最低点 会来到8066 为什么最低点 会来到8066 你又不知道 好 那再看一样东西 刚才其实你眼睛尖的话 你已经看到了 各位 因为今天一样 在开盘的时候 各位 这个数字 刚才我不晓得你没有瞄到 有一点叫做8068 8068 今天在开盘的时候 对啊 透过强势预判 高低档区已经同时看到了 上面8153 下面8068 8068 所以后来那个11点多 瞬间击杀 为什么烧到8066 这边又马上 刹车就给你挤了 各位 因为今天的低档区 在8068 在这个地方 各位今天为什么 最高来到8155 因为高档区在8153 为什么击杀来到8066 因为低档区在8068 你看到有没有 各位 这个邮标 我是定在今天开盘 开盘第一笔那个位置 各位 开盘都知道说 今天的区间在这里 在这里 你的软件 各位 你的软件算得出来吗 你的软件算得出来吗 各位还不止如此 各位你自己看 那边地震在那边击杀的时候 我还赶快发个口讯 再提醒会员 下长看什么地方 就是因为强势源坡 对不对 那个支撑在8068 所以瞬间骑杀之后 对不对 下长只要看这个地方 还是看8068 各位 我问你 我说真的 当你起货 你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的时候 对不对 每一天 我一直讲各位 你股票跟起货想做的好 每天大 或者是 就是你看盘好了 各位 你要看得懂 对不对 我就说各位 就这么两个指标 一个叫做强势预判 每一天去预算 那个盘的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各位 如果你看这个节目 一段时间的话 你大概都想想说 哦 威老师 那个强势预判 实在是好重要 对 各位 今天对不对 上档 下档 全部在这个地方 再来对不对 大户都可能要指标 我说过 盘的涨跌 不是你猜出来的 你只要眼睛看 人家大户再做多做空 方向就出来了 就这么两个指标而已 今天你说 各位 所以今天的盘 你觉得有难做吗 昨天后到美国大跌 是怎样 那今天大户 今天在这多 那今天高低点 都在这个地方 有难吗 好啦 跟你各位讲 我说过来 我说真的 每一天 在节目上 我在讲这些东西 其实我心里面 我说的 我心里其实很痛苦 为什么很痛苦 为什么 我就想不通 为什么很多投资 每天你在股市场 在赔钱 你有什么会赔钱 明明对不对 强势预判 跟大户指标 每一天 强势预判 把每天的高低档 大户指标 把每一天 今天控盘手 在坐哪一边 算得这么清楚 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 你不来用 你非要在那边 自己在那边猜 自己在那边赌 赌输了钱 在那边难过 然后对不对 很多人到现在 为什么不敢坐 天天在那边观望 一做就错 为什么你一做就错 我说各位 你之所以一做就错 我再讲各位 就是因为你没有 违国现在强势预判 你没有大多个人要指标 所以永远 你每天的高低档 第一个你搞不清楚 第二个方向你搞不清楚 我跟各位讲 过去以来 你之所以赔钱 都是赔在这两个原因上面 不是吗 那问题是 现在这两个指标 已经完全把东西 已经开发出来 在克服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不来用 这还在那边 阿姨说怎么难做 怎么难做 这边输钱何必呢 是不是 好了 各位神关系 我不多讲 各位反正对不对 等你想通了 请你好好的 好好的用 各位问题是 问题是各位 今天这盘主要这个地方 走入很关键的位置 怎么说呢 这个盘 各位其实打从两个礼拜以前 对不对 对 指数 这一波从8500多点 开始往下杀 杀了七八天 对不对 当时为什么往下杀 很简单 因为当时各位 之前 在差不多 在上个月 差不多27 28号的时候 因为当时指数 在差不多8500 8500来回这样做震荡 对不对 后来 在8月29号 在8月28号这一天的时候 指数跌破了 下挡的那个支撑线 就杀了七八天下来 杀了之后 各位 后来为什么这盘 一路往下杀 我说过对不对 各位 什么叫做趋势往下 就是你看强势预判跟坡 对不对 只要你看到到 只有压力线 而没有支撑线的话 那就是天天杀给你看 就这样杀了五六天下来 好了 那各位 最近这三四天 为什么开始形成横盘 对不对 我们放到这一块来 各位对不对 我说过了嘛 重点是因为这几天以来 对不对 下面都看得到短线有支撑 我在讲这各位 什么叫做盘整 就是强势预判跟坡 上面有压力 下面有支撑 那各位 代表这行情 就进入一个区间震荡 而这个区间震荡 就是在支撑线跟压力线的这个里面 就这样来回做震荡 什么时候叫做趋势往下 就是对 你看到只有压力 而没有支撑的话 那叫做趋势往下 所以各位 我在讲对不对 为什么上个月底会开始从8500杀 因为当时就在28号那一天 跌破了前面那个区间盘整之后 之后一路杀 这几天是因为来回震荡以后 短线下面有支撑 所以盘给你看 各位我请问你 当你对 我说各位 你长期以来 要是你盯着这个指标看的话 我请问你 行情要涨要点 你哪里看不懂 什么叫做趋势往下 什么时候不能去抢多单 什么时候不能去买股票 各位 在这种行情里面 只有压力没有支撑 各位 这种地方你千万不要去做多 你不要去买股票 什么地方对不对 会来回抢 来回照尊重那时候 什么时候叫做趋势往上 突破压力先上去 那就会涨给你看 那各位 这么重要 这么简单一个指标 我说各位 如果你过去以来 你已经长期在看的话 你过去会赔钱吗 好了 而且各位 我再讲快一点 而且各位 顺道这种东西 我给你讲 各位 其实这一波以来 看不来 我看这一波 各位 看到没有 这一波 一样 当时从 四月的下沙 一样 看到没有 当时一样 你看这个东西 跌破支撑线 就是起跌的开始 如果这个你看不懂的话 各位来 当时破断 对不对 从8526开始 所以破断卖去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杀了六七天下去 前天 8091翻了个多 那天大户也在做多 往上谈了一次 各位 重点是 从昨天开始 8140又翻空 那各位 之后已经没有再翻多 所以各位 这个地方 会不会继续往下杀 这是关键所在 那各位 尤其各位 你看这个东西 我说真的各位 如果说你现在 现在很多投资人 做股票这一波 到今天已经赔了很多很多钱 对不对 那各位来 很多的股票 比如说像原向 对不对 这种所谓的中小型的股票 今天跌停板 在创破坏新低 之前什么时候出现破坏 迈迅 今天闯新低 太阳的郁金 也是一样 今天几乎闯个新低 一样 回头看 对不对 哪里出现迈迈 新向 我跟你讲了好几天了 今天又跌停板了 对不对 我昨天还在跟你讲 今天又一个跌停板 为什么 之前这么强的股票 为什么开始跌停板 因为出现迈迈 各位我的意思是说各位 股票这种东西 我在想各位 股票这种东西 基本面 外资面 筹码 我说你没有一样东西搞得懂 但是各位等等是期货 期货为什么比股票简单 各位期货只有一样东西 叫做转折点 转折点 什么地方转折翻空 大货有没有做空 只要两者同向你赶快做 对不对各位 做期货只在 一个只为一个东西 叫做转折点 这么简单的东西 所以各位 如果到现在 假如你这一波下来 你的股票又被套住 你又舍不得卖的话 那各位 我说真的赶快 赶快拨一部分的资金 各位赶快利用期货 帮你的股票做避险 如果最近很多的股票 已经杀了二三十八下去 你实在你已经卖不下手的话 各位赶快拨资金来做期货 帮你的股票做避险吧 好了 那这盘来之后 那明天开始盘盘怎么看 我下回来再说吧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马上很蓝 永诚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诚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云诚国际旅展 旅行时尚玩的风 云诚国际旅展 旅行时尚玩的风 云诚国际旅展 多彩金门 等您来会所 妈 每逢佳节被撕清 母亲月就要让小厨师 陪您开心一整个月 小厨师 慢食面 水电 泥座 木工 装潢大小事 都是爱菲尔的事 爱菲尔系统家具 装潢你的家 您在沙漠建走过吗 Lamigo为您安排的 新疆建走露营行程 吃好 住好 无购物 让您安心 尽兴 有尊严 Lamigo 黄章系统柜 无独轻装潢 满十万 送罗宾墓地板 爱菲尔系统家具 装潢你的家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欢迎 当然现今一间台股旗线货同步是下跌作收的 那么明天之后该入的操作还有关键点位在哪里 再请教华老师 好各位 这个盘已经走入很关键的位置 为什么关键 我再给你讲一次各位 因为这个盘 已经在差不多这个区间 已经来会盘了将近四天的时间了 但是各位我跟你讲 盘到四天后 所以各位 明天一样各位 如果短线上路 假如这个支撑线又再被跌破的话 那其实会继续往下走 你要特别小心一点 所以各位明天的关键点位这两个地方 第一个 你最好如果今天先预知一下 另外各位 其实除了从枪水线跟坡 看得出来对不对 目前下涨的支撑线 这个地方不能再跌破之外 我跟各位讲 其实从结构上看 也看得很清楚 导播来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看到了吗 这里来 各位 这是日线 这个盘 导播放大到这一块 这个盘为什么最近这五六天以来 会横盘 一样道理 你要从结构看也是一样 目前整个盘是压在 这个AB区间之内 但是各位问题是 这个盘经过这四五天的盘整之后的话 各位 如果说从明天开始 时速再跌破这条B的 这个短期支撑线的话 我跟各位讲 那下去的速度会很快 所以各位 如果说你现在还在 还在那边奥多 或是你股票 还有一大堆的话 我跟各位讲 一旦再跌破这个B线的话 这下去的又是一大波 你不要在那边讲说 一位五六天没跌 绝对没事情 所以现在比较像是非常时刻 因为已经跌了一大波了 很多人内心只预起 有一天要弹回来 对 讲得好 对 讲得好 各位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对 已经还是讲 这盘跌了这么多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要做反弹了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你看这东西看起来 我再讲一次 这个盘其实破B线的几率是很大的 结构看起来 对 一旦再跌下去的话 你特别小心一点 这个东西就这样子 各位 从强势预判看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跌破掉的话 那下去就 横盘了四五天的话 再下去就是一大波 你听得懂 所以各位 这个关键点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 另外对不对 我就刚讲过 因为目前 很多的投资人 尤其是做股票的 因为股票已经很多 已经 又是之前问谁煮青蛙 前面不卖 现在到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不对 那我跟各位讲 自己看我再讲 各位 期货各位 期货为什么比股票简单 因为期货不像股票 对不对 期货只有在讲究 叫做转折点 什么地方是空 什么地方是多的转折点 对不对 箭头翻空 大会有做空 两者同向 这么简单就跌给你看 对不对 假如你现在股票 已经被套住的话 我再来讲一次 赶快拨一拨的时间 对不对 利用期货帮你股票做避险 如果一旦再跌的话 可以 你更需要去做避险 好了 另外大阪明天 观点 在什么地方 想预知的话 赶快通过电话进来 好